这是去年主母寿宴的账册 请夫人过目 今年的花销是否需要酌情增减 母上寿臣 苦天同庆 这寿宴当然是不能坐得居下的 夫人说得极是 夫人若是有看不懂的地方 这 这几处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才翻了没两页 就这么多错漏 夫人 妾身不明白 这都错在哪里 采购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为何这几处的账款要高出那么多 这成主夫人不是看不懂账簿吗 这次怎么变得这么厉害 那几处的采购 都是私善间的小厮承办的 他们向来就不听大人们使唤 要他们做事啊 就得给够了好处 但差事还得给够好处 岂有此理 把那些下人全部带过来 是 城主夫人五强弄棒的 现在居然研究起账簿来了 真是反常 这又啥反常 人只有适应环境方可生子吗 见过城主夫人 不过城主夫人 起来吧 不过城主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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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指不沾阳春水 怕是不知道柴米油盐的贵 这些运算 都是你自己做的 不过城主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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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这样对待奴婢啊 夫人 夫人 你来说说 夫人 你不能这样对待奴婢啊 你不能这样对待奴婢啊 撑住夫人饶命 小的只是负责采购 账簿上的事一概不知 只是听说 听说什么 听说所有账簿的事 都是经由裴姬大人 亲自核定的 大胆 裴姬大人 岂容得你来智慧 拖下去 账责六十 夫人饶命啊夫人 夫人饶命啊 夫人 夫人饶命啊夫人 夫人 夫人饶命啊 这账责六十 这奴婢的命可就没了 夫人 饶命啊夫人 饶命啊 城主夫人 一向宽人 如今怎么 这般严厉起来 你是想指点我做事吗 妾身不敢 是 办事不利索 还想推赖于裴姬大人 我自然是要严厉一些的 城主夫人明见 咱们呀 朕那院应该安分守己 各司其职 少些事段 让城主整些心才是 听懂了吗 是 是 是 来小日子的城主好可怕哦 还是不要招惹他为妙 好 一遍 二遍 走 怎么这么恼人哪 可不是嘛 坐这儿没一会儿 摇我脖子上三个包了 这么大的包啊 您说这蚊子往年的时候 他不敢招惹主上 今年这蚊子真成王 这人怕成主啊 蚊子还能怕成主吗 也是 呸 成主真棒 只要速度过快 就可以抓住他们 别动 这 噢 掉了 说 我说哪儿 成主 成主 您最近怎么爱吃上梨了 江苑正以前就嘱咐过无毒 让您少吃梨 您太容易拉肚子了 拉什么肚子 主上身体无妨 吃什么都行 好了好了 你平时都是怎么协林内院的 你自己看看这乱七八糟的账目 以前这事根本就不归我管 就是你的宝贝妹妹 新竹表妹 说到底还不是你笨 由着她来善权横行 现在连那些丫头内侍一个个都傲慢无比 我笨 城主对夫人那么差 谁会把夫人当回事啊 你但凡对我好一点 我都不会过得这么艰难 艰难 我看你过得很是自在啊 那是因为 我懒得跟他们一般见识 我想得开 姑以前再怎么不喜欢你 你也过为夫人 但凡你做事可以果断一些 那这些下人现在也不至于对我这么轻慢 你凶什么凶啊 你以为我稀罕当着夫人啊 算了算了 你现在身体现佳 我原来你吧 你 你 那白鸟超凤图 绣得怎么样了 快好了 已经好了 夫人 那院各司找事都已厚着 等您去确认寿宴流程 知道了 你 去取 放肆 去取 书 书院重要 还是图重要 快去